三位各具特色的北京老先生 两位性格各异的单身女嘉宾 他们一起分享情感世界的喜怒哀乐 他们面对一见清晰的爱情如何表现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第二天我一想这个人个矮 我就告诉他了 你喜欢那位女嘉宾离开现场了 是吗 一切精彩尽再选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有三位男嘉宾和两位女嘉宾来到节目现场 选择他们的爱情 我听说呢 曾经有一位男嘉宾来过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推一下男嘉宾的观察室 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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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几号啊 我是三号 您来过吗 来过 第二次了 第二次 听说您上次来的可开心呢 对非常开心 同样也开心 上次来您觉得回家看您自己帅吗 不帅 我感觉非常的凹涛 非常的恶心 反正就我长得很无畏 非常的恶心 不是我这个儿就矮 模样又丑 不扬眼 就是您不是老说扬眼扬眼吗 我这模样不扬眼 哦 模样 那您觉得我们这两位嘉宾长得怎么样啊 太英俊了 太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 其实父母也没多高文化 但是说他知的知识的重要性 就是我曾经单身过的职务 这是我在那个科委的时候 改革开放出去吧 为了引进新技术啊 就成为这么一个国外新产品样品陈列馆 然后主要就引进我们外国的先进技术 一开始是就是业务员 后来呢就是升到就是业务经理 退休之后的王老先生 到了一样天年的年龄 可没遇见 他也似乎总有一丝烦闷 起来自己坐着早点 吃完了上天台 回来顺便买菜 买菜完了做饭 反正我自己一点也不臭 我反正就是连馒头面条都是自己做 媳妇死了以后啊有点 妹妹一想到来反正还是 呦这人没了 要再到什么呢 上来咱们吃什么 俺你揍我揍 我这毛衣毛裤都没洗 因为这毛衣毛裤都是他跪着 去年的辈子 我草草的就是凑着弄上了 今年我都没敢闹 因为我女儿啊 再也能帮我淡一把 后来我依然都不愿找着别人 女儿住院了 然后一直就没空了 没在 内心烦闷的王先生 希望通过选择来寻找一份爱情 先生您好 掌声欢迎您 你好 小一台街 您好 您好 您怎么在走路晃晃悠悠的呀 不是 喝了酒来的吗 喝酒喝食 喝食 这些是不是吃个鸡皮 说话的方式吧 有关系 好您来喝食吧 请问食怎么喝呀 您请我喝一顿食吧 不让喝酒 有点身体有点问题 你怎么了 不是就抽了点血 抽了点血 为什么要抽血呀 就是洗脚吧 那怎么还抽得给晃上了 不是抽多了 他从那过来 他有点黑 您给谁谢谢呀 给孩子 你的女儿吗 怎么了 病了 孩子生病了 什么病啊 血液病 孩子多大了呀 输狗的 32 成家了吗 有一个四岁的小孩 你有这么一个父亲 真的 真伟大 父爱大于山吗 真的 我觉得六十多岁 挺让人敬佩的 都62岁了 您作为父亲 必须要给他献 您跟女儿是一个血型 对吗 他不是 他去了几个人检查 就都不合格 就只有我一人合格 你给抽了多少啊 他就是 头一次抽了323吧 他就输完了 然后第二天又抽了150 就孕着 就是意味 如果再不行再输 这就不能第二次再抽 可能就不见得合格了 您是哪天去抽的呀 上月11号跟12号两天 上个月 那到今天还不行呢 他说最少得三月吧 您抽的是血吗 他说是 叫什么骨髓 您抽的是骨髓呀 但是抽的时候吧 他先出来也是红色 大约三分之二 是那白色的 三分之一是哪 造血干细胞嘛 对对对 也就是说 您帮着女儿换骨髓了 对吧 对 这说父亲呢 尤其像我们这一号的先生 真不容易 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他们为了 牵出自己的命啊 之类的 都是爱孩子的 非常好啊 因为我觉得 其实如果您能给他配型成功 这是最好的 而且骨髓 就抽一次骨髓 对人的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我知道您可能 他也不能骗人家 对对对对 但是确实他不像其他的伤害那么大 但确实需要养三个月的 我自己心里有点清楚 因为有可能就一蹶不振 有可能就过来这个缓过来 反正是弱的 可能跟你年龄大有一定的关系 对 跟年龄有关系 就是说他选那个人选的时候吧 我就报名了 医生说不行 说五十岁以上都不行 哦 就原来有年龄限制了 对 后来我当时就给那个主治医生给说服了 我说那您看电视吗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那前一日子电视演一老头 九十岁的生命体征比那六十岁的都棒 我说我身体棒 看了看我 他说那试试 那您这样给女儿换了骨髓 女儿会特别感谢你吧 应该吧 应该吧 我也不知道 因为一直也没见着他 因为他在那五十岁也不让见 那您跟女儿应该感情非常好吧 应该是挺好的 先生您老说应该吧 应该是 我怎么听着都有点悬呢 没什么悬呢 实话实说吧 反正他妈也死了 他妈有一毛病 就是老挑拨我们俩的关系 那就是说在你和女儿的相处过程当中 其实不管是误解也好 摩擦也好 矛盾也好 肯定还是有一些隔阂的 开始的时候还好点 他说我在机关我们都是礼拜日休息 他妈在工厂 住一块休息 我的教育方法就跟他不太一样 我说我做饭了 归女讲 我最宁愿你做饭 为什么 你老支持我 我说我支持你 你能干什么 爸爸就让你有一个劳动观念和家庭观念 培养你 他妈就什么都不让他干 有一方便便 他都不会 据王先生介绍 女儿跟自己产生的摩擦和隔阂 主要受起母亲的影响 而王先生跟爱人在过去的婚姻生活中也总是磕磕绊绊 不是一类人 他就是不学习 我一开电视 我是看科技和新闻 他就看什么搞对象的过生活的这些 我说这我也能给你写 我也能给你编 这是娱乐 这一个娱乐没有用意 没有意义 我要学知识 我跟我媳妇搞对象的时候呢 我就看出来了 我们俩不是一路人 我就想不愿意了 最后呢 我们俩答上一个 他在一本上给我写的 就是说结婚以后改正的脾气 然后我妹妹呢 就有一句话 就说她岁数小 因为她比我小六岁 就说她将来肯定能改 通过后来的事实呢 证明人江山一改 秉兴兰一级不可能改 您就您跟您前面这位太太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观点不一样 比如说 我递了一包买菜 他说不让递了 我说我就是一退休的老头 你不让递了 我递那大公公包买菜 他退休了都给扔了 这个人就是当家的 对人是 对对对 什么就是淡男子汉的那种 什么都给听他的 您是不是一个 特别爱生气的人呀 不是爱生气 反正他主张的观点 跟他不一样 要不然就搬杠吧 所以说我就不延伸了 那怎么办 反正就是错误了 一直这么过度 也没离婚 您爱人去世几年了 去年4月20号 最后生病晚期的时候 是您一直陪着他吗 后来雇了一个护工 他也不用 他都用过 当时就是他花了很多钱吗 那个自己花了十几万 医保花了四十多万 应该花六十多万 六十多万 最后助言费都没了 我都动了卖房子的念头了 后来他不同意 最后我跟人借的钱 如果当时真的还需要很多钱 但他能活下来的话 你会卖房子吗 只能够卖房子 你会选择卖房子 我已经跟他说了 他不同意 所以先生 我真的从心里面心疼您 我觉得您其实是一个把事全做了 就是嘴上不饶人 可能就是有性格 俩人嘛 必须都是在一起 从干苦共患难 有可能就说 一起来度过这难关呗 但他突然离开了 你其实还是挺难受的吧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可能您会有很多的不满 埋怨 等他有一天突然走了 您会发现 您就是埋怨 都像对面是个空气一样 打不着 对 就吵架都没个吵的地儿了 夫妻吧 跟这个女儿不一样 他刚刚怎么着吧 你们俩能一块能通路 这个对女儿都不一样 比如你跟女儿的隔阂更大 他根本就跟你 不一样的观点 你想吧 你带着孩子在我这住 我是生活有规律的 按时起 按时睡 她是晚上不睡 早上不齐 你说你怎么弄 你也不能给她轰走 逛坏了 我那小孩就给她逛坏了 都是这样 对对对 都是这样 你对人 容忍 我现在就是晚上不睡 早上不齐的 你怎么说 她有她的生活方式 她就是晚上不睡 早上不齐 被子都不跌 我绝对受不了 现在跟你住一块吗 父姐 她自己有独立住房 但是小时候孩子 是我给看大的 所以你看这位先生 您看您刚才 这说话的过程中 我都会发现 您算是这一辈子 不得志的一个男人 真的 然后所以你就会有 很多的抱怨 这个抱怨我能理解 您比如说 我其实也跟我父母 住在一起 我跟您的女儿一模一样 晚上不睡 早上不起 我也基本不跌被子 我就觉得那被子盖完了 一撑给她铺床上 不斩不得了吗 您是一个部队的 对我们俩确是一个部队的 可能我爸我妈也习惯我了 怎么说呢 反正她妈死了 我跟她讲 我说我已经投降了三十多年了 你已经投降了三十多年 什么意思 就是观点不一致 你一说就搬杠 不说吧 就凑合得随着他们点拿来 我说从此以后没有了 我说那你要想在这住 国有国法建了家规 反正你就得听我的 你要不听我 我愿意怎么办 愿意上半桌上半桌 那后来呢 后来她就没言声 她就认识到这个 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她妈就说了算 对不对的 比如说养狗 最后弄到三条了 你怎么说那娘俩就是养 怎么说呢 就是挺包容别人的吧 就是自己老是委屈求全的 去成全别人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人性格 对我来说不行 隔女儿包容不了 我觉得这个男人 他是一个 这一辈子没有找到自己 在家庭生活中定位的男人 定位就是付出 就是他们俩说什么 你就听着 甭别的 就她那孩子 从五十多天 我一直给看到满地 跑上托儿所 都是我给带大的 我媳妇嘛 就是特操 她特莽撞 我怕她把孩子弄不好 再一个呢 就是我不让那狗进我的屋 我跟那个小外孙那儿住一床 然后我给她带她 夜里热奶 她给奶挤出来 然后搁冰箱里 然后我再给那人奶的 拿热水 拽三百多圈 这温热了 喂奶 就那你算 会说话以后 就是夜里颠颠 把夜颠颠 颠颠 现在根本不敢烫 按说实在不应该 你说这叛逆期也过了 她现在三十多岁了 按说应该懂事了 这里头她还是有问题 或是原来她妈教育的 是怎么回事 按说实在都应该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倒觉得跟女儿也没必要说出个子丑赢毛 我倒觉得你们家的问题都是大人造成的 对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想开 先生 我跟您说 固然你的女儿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想今天我想对您说的是 您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 包括你的女儿 接纳 就接纳 就比如说我妈妈 没事打个小麻将 我特烦别人打麻将 但是怎么办呢 她是我妈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接纳 她只要没有耽误其他的事 她自己开心身体好就可以了 如果你老是不接纳 您就是今天这个状态 可以道理多好 这话说的 她回家她就不会跟她女儿这么做了 就近了 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们坦率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讲原则的 她不是什么是黑是黑 白是白 清白男的家 不是 对 她没法去断 你包括我们怎么去断 而且况且就是 您的这个夫人 她已经过世了 我觉得这个过去的 我们认为就是 带有点包容心吧 其实为什么 因为这些签的将来找对象一样啊 她肯定她有点有缺点啊 如果你要这方面 对她缺点有时候要过于放大 但是在谈判上过于放大啊 那有的时候会影响你的生活的那种颜色 这个先生 他就是 我说一你甭说二 我就当家做主人 顶天立地男子汉 对对对 让我觉得不舒服 可能是说话的方式吧 有关系 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 让我们从心里边啊 就会觉着 会有心疼 又帮着您无奈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您这个找爱情吧 这个理解通融 我觉得是一个相互的 您也得理解和通融他们年轻人 或者说您就甭管他们了 他们生活他们的 您就生活好 您自己的不就得了吗 就是没有办法 你说是 所以接下来我倒觉着 您和您的女儿得共同提高 也不都是孩子的问题 共同提高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您好 你好王芳 您好 您刚才听这位先生的事 会不会觉得 其实他还是一个 做了很多事的父亲 是的 父爱如山 然后他非常包容他的女儿 放下过去的隔阂 跟女儿好好相处吧 您跟您的孩子处得怎么样啊 蛮好的 您的孩子会不会也晚睡晚起之类的 会的会的 我也生气 但是嗨就这个年龄段嘛 好像都是这种生活习惯 那然后他要是晚睡晚起 您会怎么办呢 宝宝很少跟我住一起 偶尔过来一趟 所以说我也没有这种太多的干涉吧 对 您也没太管 您觉得这会是影响 你们感情的一件事吗 哦 不会 不会 孩子永远是自己的孩子 包容一些还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号女嘉宾 和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会不会有火花产生啊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您好 您是菜街 挺漂亮的 您的年龄啊 您觉得比如说对面这位先生 他比您长11岁 您能接纳吗 对不起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我的脾气是一孩子脾气 就是手提到来都高高兴兴 蹦蹦跳跳的那种 要是年龄太大吧 可能我怕人先生会觉得我很闹 您对年龄有要求吗 没有 大都接受 小不接受 七十岁都接受 这听我的就行 找人都是找幸福来的 不是找这个负担不是 因为他的年龄 还有在家里的闺女 其实刚才这位先生 我是觉得啊 他现在很多的思想啊 思维啊一直多少有些抱怨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一份爱 他其实这么多年积累到那了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这么多年 说实话 您待遇女儿真不容易 压力也有很大 他就觉得他付出 但没有得到吗 觉得女儿没有那么懂事 对 关键是觉得 他没有想象 他能这么不懂 他一个刹车药吧 对 我可以想到你 因为他原来的付出呢 他是想换来在这个家庭的地位 大家能理解他 他是想用自己最大的付出 换来一丝话语权 能够在他说话的时候 别人听一点 但是你别忘了 你所有的这些付出 其实本身就是一种重容 你把他一直当公主 你弄到现在了 他都生病了 你想让他回去 给你让他刷碗就刷碗 让他低头就低头 没戏 你明白吗 前任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在最亲近的人身边 是不是也应该有一条界限 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吧 可能在女儿眼门里头 父母没界限 对 对吧 等于他现在成人之后了 你说他已经形成叫惯性了 你现在你要说 应该有一条界限 比如说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来安慰一下你 当你为他付出了 他来感谢你 但是他那么三十年过去了 他认为一切已经是什么 已经成为一种自然了 对不对 你教育好了就不会的 教育不好 可不是小的时候 你养成习惯了 你在上面改就不好改了 说的好听点 就是你确实做了无私的奉献 对 可能从另一方面作为父亲 你也得给他标出一条基本的界限 这么着吧 你呢 你没给他标出来 现在王芳说让我给你撒车 我也撒不了你这车 我这一般就对这种老头就没什么办法 但是有个车呢 好撒 就是有一辆车在那头 就是你女儿开着那辆车 因为我得跟这女儿说 你爸爸上场的时候差点摔倒 你就晃成那样 差一点摔倒 他作为父亲 他做了他所有应该做的 但是有一样我得说 他有多爱你 也许你都不知道 我们跟他开玩笑的过程中呢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的那个晃悠是因为他的女儿 他才这么玩命的做了这么一个 他这个身体不允许的事情 但是当他第一句提到说 我女儿生病的那一刻 他把我的心脏扎了一下 那个表情他告诉了我 他有多爱你 所以说不管小时候你有多浇灌 不管你现在生的病有多重 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要把他气出个好胆来 你再找不着一个比他更爱你的男人 所以我想闺女 你啥也别说 你跟那听着 你爸爸想跟你说一句话 就一句说 闺女 爸爸离不开你 听懂了吧 孩子 好好活着 用你爸爸的血液 用你爸爸的骨髓 换来你这条命 其目的就是让你好好活着 你不能没有 你离开 你如果选择了放弃生命 对他来讲就是两条命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特别特别希望女儿 你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我再说一遍 没有第二个男人 比他更爱你 你老伴去世了 女儿是你最亲的人 他没了你还有啥呀 好先生 刚才我们这位女士也说 他希望的年龄段 再稍微小一点 我觉得您的身体情况 您稍微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一个人就特吃力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 能帮我点呢 你说我现在就 你不买菜的 你就没得吃 你不做饭 你就没得吃 你要是按医院讲话 他连门子都不让我出 他要人得跟着我 怕我晕到外边 我心里话说 谁跟着我 我就我医人 你也没法跟人家医院说 人家管得着你吗 其实是个挺让人心疼的男人 真是 我也特别 希望这位女儿 看到今天这期节目 或者我相信 如果您看不到 您的朋友们 一定可以看到 给爸爸发个短信 爸 谢谢你 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 可能才会这样 孩子生病了 义无反顾 我六十多岁的人 我要给你捐献骨髓 真的只有父母 才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儿 我知道你现在 在跟病魔做斗争 我知道你自己 可能比谁都难受 所以我希望你 给你爸爸说两句感谢的话 爸爸肯定 屁点屁点就跑到你那儿去了 因为我有个担心 刘老师 如果我们 我们不去强化这个概念 我们不去替这个男人 完成这么一个对话 我担心 女儿知道这个节目 在网上搜到这个节目 或者她看到这个节目 她会第一反应是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 对 你去说我妈这么多 不好的事 你又说了我妈这么多 如何如何 她可能会一堆话 把这个 本来就晃晃悠悠的父亲 一堆话能给老人击倒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我选择的 我四个字 理解通融 我就怕到了我们家 跟我闺女的 我都跟她合不到一块 就是 你能来人 能跟她干得一块吗 对吧 先自体一个理解 通融 听完一号男嘉宾的故事 该听您的故事了 其实 您上来的时候 我看到你都第一眼 我就会觉得 这个女士好漂亮 但同时也觉得 你好像受了点小委屈 是吗 是的 因为这些年过得 虽然是单身 但是一点也不开心 你这些委屈来源于上一段婚姻 对吗 是的 开始我跟 还等于是前夫吧 我只能是这么称呼 我们的婚姻技术还是不错的 因为 她是我单位的 我们俩是在一个单位 她是北京理工大学的 是分在我单位的第一个 就是第一批大学生 因为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我比较欣赏了那个文化人 一直十分崇拜前夫的李静 结婚之后 曾度过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 小两口一起打拼创业 相互帮服 最终前夫有了自己的事业 本想在家安心做全职太太的李女士 却接二连三地遭遇各种变故 尤其是在前夫生意失败之后 恐惧 害怕 又怎么说 我也不好形容这句话 为什么呀 反正跟她在一起 她打你吗 她不打 从来她这人是一个 就是说比较算是有素质的人吧 从来不打人 我们俩就说这么多年也没恐惧 什么事都不管 然后把我和孩子推到前头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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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那个他回来以后 那帮人就把他叫回来了 叫回来以后给他放在一个好像一地下室里吧 反正是揍了一顿吧 然后他们怎么谈呢 我都不太清楚了 回来呢 他就跟我说 说买现在的房 后来我说我不可能 我说我的女房对于女房对于女人来说太重要了 我说我不想卖 谢谢 我说如果把这房卖了 我们俩俩都没有一个暗示的地方 不管他怎么说 他在外地做工厂 我在家里有这房 我能受着孩子 不管我想他哪天跌倒了 可以回来 这里还是那个急要跟他撑着一遍天 后来他就跟风铃一样的 没办法逼着我卖 因为我卖房必须是夫妻俩签字嘛 我也难为他 孩子怎么办呢 我就忍心隔筒 然后把房卖了 卖完房以后 然后那会儿呢 我就想跟他离婚 后来我一想 我说他就老成这样了 算了 如果他哪天真的回头 我还可以接受他的 真挺苦 他可是真挺苦 确实挺苦 结果呢 过了有两月吧 我一天出去买菜去 一进门吓我一跳 屋里站了俩人 我以为是我走错房间了呢 后来我一看怎么俩人 然后我就想报警 后来那个女孩子说 说他那个你别报警 那个那个 说的我是谁谁谁 孩子的父亲的朋友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女朋友 对女朋友 然后那男的呢 是他的大舅哥 是他舅哥 不是就是那女孩的 哥哥 那女孩的哥哥 这样人的性格 是早就离了 我错一次 第一次 夫妻里 只有一套钥匙 他哪儿的钥匙 怎么能进门呢 除了你不给他 他不可能说背着你去 去敷印钥匙 然后他也知道 家里的住址 那肯定是你们俩是 商量好的 是不是 后来那个 跟我说 怎么样 大家我怎么爱他 怎么样 怎么样 后来我一想这样 我觉得也挺没意思的 跟他一点也没有安全感 而且呢 他也是这么 附我 我也觉得心挺凉的 你不会给这男人 做顿饭吧 是的 后来他们是 从济南赶过来的 赶过来 然后 我说行了 反正我说 不管怎么样 你们也过来了 就吃顿饭吧 随便吃一点吧 这什么意思 心里不正常 我就觉得 既然已经到这步了 没必要 跟他又哭又闹的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了 他们待了几个小时啊 他们大概待了 有晚上 他是早上起 九点多来的 大概跟我待到六点 三天以后 那个女孩子又来了 来了 就那一次 您上地儿吧 后来我就自己 收拾行李走了 你就上地儿吧 我天哪 这些是真事吗 还是我们现在的眼睛 他为什么这样 还有一个原因是 他从小没有找到 自己的亲生父母 是被 妈妈抱养完了以后 又带着他 再改家 他太缺少爱了 所以他 不会恨任何人 只要你对他好一点 他把心给你 都比傻女 我觉得你这朋友的 总结太准确了 就我们都说不出 这么精准的话来 不是这不是傻不傻的 没有原则 人不能没有原则 没有原则 这怎么打交道 这几个都是邻居 你看都是那街坊 而且呢 他这个多年不交往的街坊 就说明已经搬了家了 还来了 还来了 你那几个街坊 我街坊 所以要我说 这个具体情况 是具体分析 就证明这个女人 非常的善 这个东西太善了也不行 你这给姐弟人帮忙 给这坏人帮忙 那你也是帮忙 也是善 这先生也是你哥们吗 他都要落泪了 反正我这姐姐是挺好的 反正平常在生活当中 就是乐观大方 我反正是接连好几年了 也特别激动 也心疼 我姐 所以我觉得您的故事啊 我觉得可以找一编剧 给您编一个电视连续剧 然后名字就叫傻女人 不过还好 有付出就有回报 你看今天你来的亲户团最多 这么多人愿意跟着你来 充分说明你为人仗义 对 什么东西都得有一个底线 你现在等于是一个 没有底线的人 对 在任何事上 你这不是胡来吗 原则底线吗 你这 但是你太容让了 太让步了 那就是 那就不好说了 二号先生您好 你好 这个 这位女士会不会觉得 挺不容易的 对 您怎么看待 一个他前夫的情人 找上门来 他给人家做了一顿饭 这件事 这件事 那我看见是不应该呗 要是您怎么处理啊 这我怎么处理 我也没感受这事 这二号先生的性格 是否早就比 我脆死 披死我 就万一呢 万一 假如呢 假如 假如这 这怎么比喻啊 说不好 您对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您估计您跟他有戏吗 这还说不好 今天又没了解我 也没谈过 也不知道 那您赶紧上来谈谈吧 那好吧 掌声有请 今天又没了解人意的女士 家住北京青塔附近的陈先生 是一名北京六建集团的退休职工 原来在工业当工厂 这是我们在东方广场 盖东方广场时候 最后结束的时候 发的奖 也算个纪念品 这是北京市新世界中心 建于1994年到6年 退休以后 返聘了6年 现在是不干了 退休之后的陈先生 自称宅男 平日里喜欢在家做做家务 自己一个人嘛 得规制地址 就让人家看着一种 整体的感觉 喜欢装饰房间 愿意补做一些瓶子 什么瓷器古董之类的 把它收藏 也说好收藏 爱摆着玩就是 需要这一类的 就属于五彩青花 像这样的土地均素 颇为注重生活品位的陈先生 接到选择录制通知之后 对自己的衣着打扮 也是很费心思 我也没打算 我不知道穿什么样好吧 这个是汉山半袖有几十的 那都是颜色嘛 我们有本着 我的一个年纪买的 这样都不行 这样 我上台我不知道什么效果 一又在家来 那就自由心 一万一穿什么就穿上了 自己感觉很良好就行 今儿这穿衣是新买的吧 对 我都看出外面有个褶 穿好看了得 好看吗 您这弄个粉色的是想走桃花运吗 对呀 对 既然来了嘛 可以有一个目的 您的目的是什么呢 肯定得牵手成功啊 这些行为比较行 精神头我看听 听你有劲的 不能空手回去 对 那您看看我们观众洗礼单身多了 这样除了这个女嘉宾以外啊 观众洗礼的单身女士 请举手 这么多啊 有您第一印象不错的吗 有 有啊 哪位印象不错呀 奔着这边就来了 哪呢 对那个方向 刚才指的那个 我对她有 单身请举手 嗯 就这样 您对她有 有意思 嗯 就直接就是有意思了 来这位女士您好 嗯 您好 您有意思吗 对 有意思吗 我总是挺好的 她定了那个了 台下那个 这个这个 你们俩 以前认识吗 认识吗 以前 刚才有个感觉 我刚才一过来 从那边过来 就有感觉 您得说实话 以前见过吗 以前不认识 今天来之前聊天了吗 没有 就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过的 看见过 你给她飞了一媚眼 只是在 只是在 这一位 给她喝了一杯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那是 他们越来越正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看见我,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我不能带相思,眼睛都只有我,我这才看见她。 谁呀,你现在让您选呢,您有主导权呢。 那得让台上先见见我再说吧。 好,先见见您再说,别这么早就惦记别人。 你是见还是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 对,不是这个。 哎呀,二号女士,人家说了,就盯上那位女士了,见不见都行了,你会不会特别难受啊? 不会,还让给她吧。 让了,别让了,来,三号男嘉宾,您好。 哎,您好,王伯。 哎呀,马上吓我一跳。 不是,我刚才吓了。 三号大哥。 哎,您好,王伯。 您有话要说,是吧? 啊,我行为一号。 哎呀,我跟你讲啊,三号男嘉宾,我见过他。 好男人。 老英俊了。 你说啥? 老英俊了,我说老英俊了。 我听个老天句话。 哎呀,哎呀。 如果是女的要看着我了,那没得说。 那观众,我光看见人家了,那不是胡闹。 这样吧,您先休息一下。 好的。 一会儿如果三号男嘉宾强烈要求,您还可以返场。 好的。 掌声欢送一下。 谢谢大家。 这男孩男嘉宾挺好的,非常爽快。 一看就是北京爷们的那种感觉。 但是人家心中已经令我所爱了,所以说就不用再去去抢了。 如果三号男嘉宾要是真的对我有好感的话,我可以考虑的。 来,我考考您。 你喜欢的那位女嘉宾,梳什么发型? 要喜欢她什么发型都无所谓。 不是。 她梳什么,你别回头看。 她梳什么发型,长发短发? 现在这就一把抓呗。 一把抓? 她穿的是裙子还是裤子? 是裙子。 一色的黑色吗? 对。 裙子? 有点别的颜色吗? 那我就忘了。 戴发卡了吗? 戴着。 戴着一个发卡? 齐头和链。 哪里人? 北京人。 多大年龄? 刚才说了54。 非常好。 其实。 她挺吃勤的。 对。 我觉得这在我们城中第一次出现,一位嘉宾。 姐姐啊,第一次出现,一位嘉宾一上场就那么一眼。 这叫啥呀?一见钟情啊。 一眼还能看中她呢? 她说就在这儿,她经常过这是。 是吗? 缘分。 这是那个吧? 这就是缘分。 先生,您对人家什么都不了解? 慢慢了解吧。 既然那什么就了解了。 先让女嘉宾了解,了解咱们的男嘉宾。 对呀,先了解一下您,看一下您的基本资料。 建工集团职工退休,您的照片照的。 这以前您工作单位吗? 这是我们家。 太像领导了。 对呀,您的单位是做领导工作的吗? 没有,就是普通一工长,普建工长。 工长,那也管不少人吧? 这个有时候都有时候少。 也是最低的职务。 你喜欢那位女嘉宾离开现场了? 是吗? 是呀。 这麻烦了。 这说话都在三一二一了,王八娘这么说的,就不能一心一意了。 你赶快就让人介绍完了。 太快了。 你脸红什么呀? 精神焕发。 这些东西,有时候你看着都不合适吧,那两个都不合适。 先生,您好。 您好。 你们是同事吗? 同事。 在单位呢,我们都称他成歌。 我们在一块儿呢,应该说我们都一块儿三十多年了。 在单位呢,我评价他有那么几句话吧,一是出类拔萃,把他搁在哪里出场,工作应该相当的不错。 第二呢,是重情重义,大家都比较尊敬的,有很好的人缘。 第三呢,厨艺非凡。 居家过日子,家里这点事呢,应该说没有,基本上没有能拦住他,厨艺应该说相当不错。 最后呢,也是衷心地住院的呢,通过咱们那个选择这个栏目,找到自己的知情爱人。 就在亲友团队二号男士陈二安极力推荐的过程中,主持人趁陈先生不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安排他所中意的观众席女士,去后台佩戴麦克风,准备让他稍后上台与陈先生同场交流。 第四句是中心住院,第五句是完美婚礼,第六句是送入洞房,第七句,哎,人呢? 人呢?这真走了,哎,怎么就没看见就走了呀,你们怎么没给拉着点啊,啊,这为什么呀,不知道,那你怎么能不盯着呢,这句,嗯,我刚才说看着主持人吗,啊,看着主持人,哎呦,我害了你啊,大哥,没事,没事,说你看主持人干嘛,你还不盯着,我们这好几个就是因为没盯着人没了,这就,没,别着急,编导去找一下,看去哪了,看看洗手间, 是不是在卫生间的,对,王老师,你去看一下卫生间有没有,哈哈,那女的不同意,咱们这,她不是说吗,刚才说同意吗,在场上说,这样吧,我给您一个惊喜,您觉得她能立刻回来吗,嗯,帮我蒙一下她眼睛,啊,哈哈,哈哈,先生,您觉得这位女士会来吗,会,这是吗,是吗,不是, 这也是你,哈哈,哈哈,你蒙甜点,行不行啊,哎,这会学得像,嗯,学得像也不可能,是不是,这是不是,这个是,啊,这怎么那么是,哪个女孩,刘老师,你轻点, 刘伟斌老师,你轻点,没得人弄太紧了,对,这是那专家老师,我瞧瞧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看看,从厕所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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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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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哎呀,妈,哎呀,哎呀, 这会不会也有一点,腾腾的,小鹿撞,撞熏的感觉呀,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根本没想到吧,这么多年,没有,没有男的,这么,呼善过你了吧,我来好多次,也没碰见,没碰见,对呀,你喜欢大,你喜欢大,你喜欢大背头,还喜欢毛刺头,哈哈,哎呀,人好就行, 男的挺,男的挺,男的挺好的,女的,说有点,气质上,不敢那男的,这么说,先生,我想问一下,简单交流一下您的,我估计,这就简单说吧,我觉得您现在肯定是着急,赶紧跟这位女嘉宾呢,两段婚姻,对吧,对,第一段婚姻,爱人什么时候去世的,03年,当时什么原因,糖尿病,心脏病,尿毒症,病发了,她已经长达十年之久了,嗯,第二段婚姻什么时候开始的, 04年,别人给介绍的,对,当时觉得还不错,当时那会儿就也找个朴实的人,最后呢,我不经常,我这会上班了,我在外边,不经常回来,冷不定一回来就不适应了,有什么过程,什么叫冷不定一回来就不适应了,可能那家里多个人呗,家里边已经多了个人了,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也给人家做了顿饭呢,人家,人家是一个小家庭,我带来了呢,平常老子, 在外边,知道吧,不怎么经常回家,不习惯多一个男人的生活了,哦,也难怪,人家是,属于那个,结婚的老手了,在北京土话来讲,是老手了,你看,上我了一个,又离异了一个,现在要马上要是再结婚的话,就是第三段婚姻了,我想问你,您的婚姻状况怎么回事,嗯, 我觉得以前我们那位先生长得挺帅的,然后就是有婚姻了,追求他的女士挺多的,嗯,受伤害了,哎,你发心吗,暂时还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他最怕这个,嗯,您长的这个样子吧,也不怎么可靠,哈哈哈哈哈哈,你讲得多了,我可没说,您那哥们说您非常可靠,对, 所以呢,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我想现在,再说这年龄也在这摆着,60多了,对吧,他也是一个,咱说实话,是,花红紫的那个,那镜头,这男的气质挺不错的,大哥,现在就让您选择,嗯,接下来二号女嘉宾,说了,你最好见他一下,嗯,您是愿意跟这位女士,赶紧单独沟通一下,留电话呢,还是,再见一下二号女嘉宾,哎呀,这就认准了,一下也没必要在那边,我不是, 我根本不在乎,就凭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实力,我自己的家产,我自己,我自己的买卖,我,我要,我在,我看有没有热线,你确认了是吧,二号女嘉宾您好,你喊文方,他可是跟人家溜达了啊,嗯,没关系,真没关系吗,我,我把幸福一样给姐妹儿,好,您二位来过啥事啊,简单交流一下,来编导带一下,谢谢, 我刚才跟那我边上那个男的那小夕说,我说一会儿看选择的时候,我看那个,就说他,我看他选谁,他要不选呢,或者那什么,我说你帮我说一下,没想到他在台上就先讲啥了,没有啊,那他看队影呗,什么都是缘分我觉得啊,陈,我这办事挺自信的,觉得他的气质挺好,我挺喜欢的,我觉得他可能人肯定也差不多啊, 以此一见钟情的两位有缘人,在演播室后台相谈甚话,接下来咱们回到现场,一起了解同样十分钟意陈先生的二号女嘉宾 比如说人家这个后老伴去办点事儿去了,或者回去女儿家待几天,你们俩个家说什么秘密话呀,跑一个房间里去怎么办呢,谁敢嫁给你啊, 您啊,理解错了,暂时的在一个屋檐下,知道吧,我不要这样子,就因为他家里还在乱,我就,我找这老头,我上旁边我俩过日子去,我自己也有房,我也有车,我什么都有,我不要这样子 今天的节目中,尹女士作为主要嘉宾走上选择舞台,她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呢 现在在北京做什么,我98年在北京开饭店,96年到98年开饭店,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闲下来了,我们家现在在青海省省会开个喜遇,现在我女儿的打理,我在家,在北京修着 您就闲着,闲着还有红小外孙儿,找个跟他一起花钱的人 对对对对,现在生活肯定不成问题,绝对不成问题 我上他们家去过了,我今天本来不是三号男嘉宾,我是给他献花的 二号女嘉宾引钞刚一上场,观察市里的三号男嘉宾便语出惊人 究竟两人有着怎样的隐情,他们相见之后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本期选择稍后揭晓,接下来咱们先继续了解场上的二号女嘉宾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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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亮相选择的苏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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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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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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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